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 这里不仅充满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 也是夏季吃货们的美食天堂 火火辣辣 焦香诱人的东北烧烤 酸甜咸辣 形色兼备的朝鲜族传统美食 看的记者是眼花缭乱 垂涎欲滴呀 哪些才是最能够代表研编的特色夜市美食呢 谢飞曾经是研编电视台美食节目的一名主持人 资深吃货 号称对研编美食了如指掌 曹灵慧 研编大学表演专业学生 同时在当地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美食达人 不过对于研几岁地道的夜市美食 同为吃货的两个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朝鲜族的当当车里 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 特别有民族的特色 很多十年老店 几十年老店 甚至上百年的老店 他们就是味道做得特别棒 但是电商活不一定只是味道 像我们年轻人就比较喜欢吃那种感觉 比如我心动的感觉 能让我甜丝丝的感觉 能让我酸酸的感觉 那大家就试试 大家这样 看看是我也找找美食 看看是你的那些店好 还是我的这些店好 就那么定了 严吉人不仅喜欢美食 还善于研发新奇的烹饪方法 谢飞和曹灵慧 首先要给记者推荐的 严吉最新最奇的美食 保证记者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究竟会是什么呢 到严吉吃美食 你找我就对了嘛 像我这样的资深吃货 得在晚上才能出动 所以下面我要吃的这一家 他们家有一道特色菜 吃之前先来上一阵 好奇吗 咱们去尝一尝 什么样的奇特食材 吃之前要先扎上一阵 谢飞走进了一家 特色烧烤海鲜店 烤鱼色泽金黄 羊肉串外焦里嫩 海鲜也有不少 高压剥生蚝 烧烤大阪蟹 到底哪个才是谢飞说的 扎真菜呢 它是那种生的 那种小肉串 它生的能好吃吗 特别好吃 就是特殊的那种味道 我们尝 就是你要正常的话 尝不出来的 这种裹着厚厚辣椒的小串 选料是上好的黄牛肉 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这肉串不烤不炸 完全用来是生吃的 这个小串是我们每次来 必点的一个串 大家这个串一点就不行 然后它蘸酱料的时候 尤其它这个酱料在别人家吃不到的这个酱料 吃起来也是特别的 口感特别好 食客们对小生串赞不绝口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扎真菜吗 在后厨 记得看到了整个小生串的制作过程 这些切好的牛肉 穿上竹签不需要烤制 只要撒上辣椒面 配上秘制蘸料就可以上桌了 小生串制作方法虽然简单 但这食材的选择可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采用的是牛眼肉 是牛胸前的一块肉 它的肉质细腻 但是产量非常的小 每一头牛只能产二到三斤 这家店的负责人吴嘉秀说 由于食材难得 这个小生串每天限量销售 一份二十串 每天只卖十份 记者仔细观察了小生串制作的整个过程 并没有看到针管 看来这蟹飞说的扎针菜 还是另有其主啊 在这家店外面的烧烤架上 记者看到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 烧烤大板蟹 板蟹还能烤着吃 这种做法是吴嘉秀和老公林涛 一起研发出来的 在烤的当中 手尖一点 它这个火候要适中 火大了会把这个外表皮烤糊了 吃完了烤糊了也会苦 那就没法吃了 那如果说火要小了 那烤小了 那如果我们里面的肉 可能是水分就大了 烤板蟹火候把控很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这个 终极武器针管 林涛介绍这个烤蟹的味道 可全在针管里面了 在烤成七分手左右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料汁 酱汁要注射到 这个螃蟹的肉里 包括酱里 这样的话能保持肉质的鲜美 原来这传说中的扎针菜 就是这道烧烤板蟹呀 做法够奇特 味道又如何呢 那你要吃这个螃蟹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下手 那你一般下手就行 吃出来那种卡丝卡丝的那种感觉 咱俩一人拿一个最肥的 今天咱们烤的是炭烧味的 像你这种吃法就不对了 要是我先把这个壳啊 我先缩了一遍 我先缩了一遍 把上面这个味儿吸进去 做法新奇 吃法特别的烧烤板蟹 在口感和色泽上也和传统蒸的大板蟹 完全不同 以往我们吃中蒸的 把这个水分都蒸发出去了 然后味道呢也随之带出去了 但是烤的螃蟹呢 它就把这个水分啊 盐分呢都吸到这个肉里面了 谢飞推介的扎针板蟹 够其够味儿 另一边曹灵慧能给记得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年轻一定要敢于冒险 一定要充满着满满的活力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 就充满着满满的活力 到处都是生机 那我推荐的菜呢 是一道特别活泼的菜 它吃起来在嘴巴里面 像和舌头在做一场战斗 它吸附在你的嘴巴上面的感觉 像来了一场浪漫的法式舌吻 小曹带着记者来到的这家饭店 就像一个海鲜市场 鱼虾都是当天现捞的 活蹦乱跳 工贝类的海鲜就有近十种 全国夜市餐桌上 最受欢迎的小龙虾 也是必不可守 究竟哪一种海鲜食材 会给吃货 带来浪漫的法式舌吻呢 我们看他们家有好多 充满生机的好吃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它 看它都吸附在这个肛面上 每一个触角都在动 能够感受到它的生命力 所以现在我想抓它一下 你看它大大小小的盘 在动在吸附着 其实一开始我的内心也是拒绝的 但是身边的朋友们都说 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减肥的朋友们都在吃 所以我也冒着自己的 一百个胆子来 尝试一下 这章鱼记者倒是见得多了 很普通的食材 怎么会和法式吻联系在一起呢 记者来不及多想 只见师傅把刚抓上来的章鱼 直接用刀切成小段 切完章鱼 肉依旧如冻 活力不减 不需要任何加工 蘸上特色酱料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这活吃章鱼的口感 到底会怎么样呢 它刚吃到嘴巴里面 是那种滑滑的 像火锅粉的那种感觉 然后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响 每一条都像有它的生命力一样 在跟你的嘴巴做战斗 然后你嚼着嚼着 你又觉得 它你的大盘小盘 吸在你的舌头上 扎针板蟹 活吃章鱼 在辛勤美味的PK环节 谢飞和小曹算是 打了个平手 接下来 两个美食达人 要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干的 我们要用隔水泡一下 不泡的话 它就达不到一种梗状的程度 然后呢 在这泡完以后吧 我们需要过一下油 当我们过油的同时呢 就是需要油温不能太高 我那种炸的时间不能太长 否则它就会达到硬 泄入水 再浸油 干瘪的明太鱼眼 经过两次不同液体的洗礼 可以大火炸制 华丽变身 形成的只有盐级人 才懂得独特口感 与自制酱料充分融合 这道盐级特色下酒菜 保证让每一味食客 纯齿留香 口感类似动作品 然后味道呢 没有腥味 特别好吃 感觉 感觉 别能感觉 还是那个花 明太于全席足够经验 不过谢飞却说 盐级人喜爱的下酒菜 还没有出场呢 接下来这道重量级美味 可以说是菜中有酒 酒中有菜 喝酒的时刻吃了更下酒 不喝酒的时刻吃了 也可以感受到盐级的酒文化 特别好吃 就是那种回味无穷的那种好吃 比较爽口 里边这个东西也比较多 吃个皮乳酪的每次都喝不上酒 到底是哪种神秘美味呢 赶紧揭开神秘面纱吧 饭店负责人卢炳涛介绍说 这道菜在盐级叫做啤酒锅 就像火锅一样 可以容纳很多的食材 但不同的是 整个烹饪过程不放一滴水 完全加入的是啤酒 然后我们加入呢 盐面特有的食材 明太鱼 它是能非常大的提高鲜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加入了 非常特殊的一种酱料 用鱼肠 鱼肚 鱼籽 做成了那个酱 然后呢它和啤酒在一起呢 在煮煮的时候呢 会大大的提高它的那个鲜度 和传统的火锅不同的是 啤酒锅需要把食材先码放到锅底中 丰富多样的食材可以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 再加上口味多样的鱼酱 这啤酒锅的配菜过程就算完成了 开瓶啤酒 倒入锅中 这汤底也有了 大火烧开 把里面的食材煮熟 啤酒锅就可以上桌了 这道盐吉特色下酒菜的口感究竟如何呢 这个啤酒锅里面呢 就是没有一点汤 都是用这个啤酒 我们盐吉叫做大驴网子 在里面做的汤汁 而且呢里面搭配了很多的蔬菜 特别是我们盐吉特色的大糕和鱼饼 先吃的时候呢也是他们两个最先熟 然后先吃他们两个 慢慢的肉啊还有明太鱼啊就熟了 它的味道呢就进到了汤汁里面 所以呢这道菜真是哈 无味俱选 特别的好吃 和谢非的啤酒锅不同 小曹推荐的下酒菜是一道没有汁的美味佳肴 中国的众多烹饪记忆中 鲁制是一种让各种香料充分融合的做法 精选肥耐鸡爪是这道下酒菜的主要食材 清水烧至沸腾 香叶 辣椒 八角等十几种辅料 在铝锅中相遇 为的就是把各种香料的精华卤制到鸡爪里 时间的凝裂会让主料和配料充分融合 去精华 去糟粕 香味的升华是卤制工艺带给人们的最好回馈 这辣椎爪是多种药材熬制的 它一股药材进了以后入味很足 把它去掉腥味吃起来的话 就从骨头开始就一种香味 特别是我家的这个辣椒汁 它是我们当地的辣椒面和糖细耳制成的 就我家的独特秘方 客人吃起来的话它就回味无穷 卤好的鸡爪还不能马上食用 这时秘制酱汁闪亮登场 大火猛炒 酱汁和卤好的鸡爪再一次碰撞 等到鸡爪和酱汁完全融合到一起 这道颜极特色下酒菜火辣鸡爪才算大辣功告成 这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辣辣的红红的颜色就很重 我尝一下 我刚刚在嘴里面没有想象的那个辣的味道 但是这个肉和骨头很容易就分开了 肉很Q弹 骨头一咬有那个汤汁的那个味道 如果说炸鸡和啤酒是绝配的话 那这道火辣鸡爪的最佳伴侣 一定是颜极特色米酒了 颜极米酒度数低 口感甜 深受女孩子们的喜爱 要想酿制优质米酒 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 精选的大米与蒸馏水 还有酒区混合后 放解发酵室里进行发酵 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泡 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 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 米酒喝起来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然后这个辣鸡爪的辣味 刚好会被它来解了这个辣的感觉 颜极人喜欢喝酒 但也注意养生 喝完酒的食客们 喜欢到街头的小店里 来一碗朝鲜族地道的汤饭来解酒 不失为颜极夜生活里一种暖意的享受 这么谢飞带记着来到了 颜极人气最旺的汤饭馆 很久之后吃碗汤放我感觉胃里还特别舒服 汤是那种老汤 然后这个酱也是特别经典 在当地来说就是比较有点满 朝鲜族的牛肉汤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牛排骨肉汤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选用的是上好的牛骨和牛腩 做法简单 加水清炖就好 而辅料牛肉酱的做法就很讲究啊 我们家的牛肉酱呢关键里边放的是酥子叶和酥子子 牛肉酱呢我们是两用的 可以放牛肉汤里边也可以蘸牛肉吃 制作牛肉酱要先加入颜极当地的辣椒面 再把酥子叶用手搓碎放在里面 手搓酥子叶的过程可以让酥子叶更多的释放它的香气 酥子子经过炒制再放入蒜缸手工捣碎 把热油倒入调料中 瞬间整个屋子充满了调料的香气 锅中重新倒入油 把牛肉粒和洋葱等配料食材加入进去 再把混合的酥子辣椒面等倒进锅中 这样的一锅牛肉酱经小火熬制后 就成为了汤饭的绝佳伴侣 吃汤饭还要配上当地特色小菜 辣白菜 酥子叶结梗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夏天你喝完酒了之后 你再来一碗汤饭 一是能结酒 二是能够暖胃 因为夏天我们喜欢喝冰啤酒 再喝一碗热汤对胃是特别好的 而且能够把酒气散出去 我们严吉人也管汤饭叫做结酒汤 有这么一个习服算是 先喝这个鲜美的汤 然后再把酱料放进去 这谁家的酱料好吃 就体现出了一个汤饭馆的水平了 另一边小曹也在寻找 严吉最有特色的结酒美食 他来到了一家火锅店 这火锅也能结酒吗 记者可是头一次听说呀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每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完晚饭 吃完夜宵以后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卡 来尝一尝这个地方的火锅 但是这个火锅呢 它一点也不热 反而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冰冰爽爽 这个烟雾缭绕的火锅叫做奶茶火锅 说是火锅 其实是一道清凉解酒的甜品 奶茶火锅的食材非常的丰富 除了奶茶和珍珠以外 各种水果 干果 可以依据各种口味随意添加 90后的刘祥宇是奶茶火锅店的负责人 自称是标准的吃货 不仅喜欢吃 还还研究吃法 大学一毕业 他放弃优渥的工作 和朋友开了这家甜品店 在美食做法上不断创新 是他的追求 在他看来 奶茶火锅最重要的是奶茶底 我们做这个奶底 首先茶非常关键 奶茶奶茶离不开奶和茶 茶我们是挑选了乌龙茶 绿茶 茉莉香茶等等各种茶之后 发现红茶是最适合做奶茶火锅 这个底料的茶品 除了牛奶以外 在这个整体的奶茶火锅里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款的自制酸奶 因为我们这奶茶火锅里面的元素特别多 就是它里面的各种辅料 食材特别特别多 所以它的味道相对丰富 所以我们用这个自制的酸奶 让这个味道更好一些 就让这个喝着更平顺 入口以后的那个口感就更好一点 奶茶火锅的茶底 还要加入炼乳 奶酪 玫瑰盐等八种配料 而奶盖就相当于火锅中的麻酱蘸料了 这个布丁吃到嘴巴里面 滑滑的那种口感 特别像鸡蛋布丁 但是又有着这个奶盖的香气 所以我特别的喜欢 在晚上 年轻人和朋友们吃完饭 怎么能不来这样一碗火锅呢 奶茶火锅 创意新颖 味道清爽 这一轮节酒美食的PK 小曹稍战上风啊 自身吃货谢飞 还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他另辟蹊径 开始寻找严吉最有特色的种食了 我要一定要向你推荐 严吉一道懒人美食 拌饭 拌饭 拌饭嘛 重要的是你拌完了之后 这个米要裹着各种食材的味道 朝鲜族的拌饭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米 好米才能出好饭 优质的拌饭一定要用正宗的稻花香大米 洗和揉保证的是拌饭的口感 搓和桃保证的是拌饭的清洁 好和闷保证的是拌饭的香味 打和牌保证的是拌饭的温度 我们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电饭锅一样 其实它是用火烧着出来的 用火烧着出来的这个米饭 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一是它的这个受热程度 受热程度比电饭锅要广泛很多 还有呢 它的这个时间虽然比那个电饭锅要长很多 但是烧着出来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食锅拌饭的配料也很讲究 结梗 菠菜等八种食材的搭配 可以瞬间让白色的米饭变得五彩缤纷 米饭的粘性把所有食材的口感味道 都集中到了一起 放进嘴里真的是满口香啊 拌饭的味道非常好 因为他们家的酱料本身就特别好吃 而且拌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每一粒你都立着跟你们 每一种食材的味道呢 都融合在那这个米上 吃起来一口你细细的品味 芽香酥脆 拌饭就好了 相当于一碗饭配了把这菜 这就是一个标配 另一头 小曹也找了一道朝鲜族的传统主食姜米鸡 它既是菜也是主食 还是朝鲜族夏季最好的补品之一呢 肚子里所有的食材给蒸的时候 六到八个小时嘛 那个时间把这食材的那个营养价值 把这个鸡都洗手 泥洗手 这样的姜米鸡是 营养最全的一个保养式的美食 就是我们三副次第最好的补品 李叔地道纯正的朝鲜族 今年五十八岁 从十三岁开始做姜米鸡 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 做姜米鸡对他来说 既是来以维系的生计 也是民族记忆的传承 这照报名这是第几代的 第三代的 我姥姥做得非常好 她是做的时候总是要我们看 这是怎么做 这是怎么传承 那个小时候是不是传承不传 能不知道 可是妈妈写回来 就是要我写的时候 感觉到我必须得写好 还得传承下去 所以我一直努力 做姜米鸡的食材非常丰富 除了土姬和姜米这两种 还有人参 黄芪 大枣 枸杞等滋补腐料 将土姬洗净 掏空内脏 在肌腹内填充大枣 枸杞 松仁 人参和浸泡过的糯米 装入瓷盆 放入清水以烧废的铁锅当中 慢火蒸制6至8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姜米鸡香气浓郁诱人 肌肉弹性十足 清香爽口 炎边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之乡 歌舞之乡 一到夏季夜晚 在炎边首府炎吉的青年湖广场 每天都会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欣赏到地道的朝鲜族舞蹈表演 如果要是来炎吉夜市的话 这朝鲜族的传统美食就必须要尝一尝了 像韩式拌饭 明泰鱼宴 姜米鸡 那都是必点的美味 炎吉夜市上还有很多新奇做法的美食 像烧烤板蟹 生吃章鱼 小生串等等 那绝对会给您的味蕾带来全新的挑战 那近几年炎吉夜市上还出现了很多网红美食 像奶茶火锅 火辣鸡爪 五彩米酒等等 都是深受90后和00后年轻人喜爱的 越拌越香的热干面 鲜香酥醋的三鲜豆皮 拿一把火辣劲爆的小黄鱼 喝一口热腾腾的排骨莲藕汤 在九省通渠的武汉带您品尝千万种美食滋味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下次再见